文山区的巷弄里 有一处漆着红漆的门面 这里是台北曲艺团的据点 夜晚推开门后空无一人的办公区域 却总有铿锵有力的声音从地下室传来 里头几个大男生手里拿着稿 一字一句的念着段子 搭配生动的表情 一旁还有老师提点 他们就是台北曲艺团团长 夜宜君打造的台湾相声男团 夜宜君说起当年组团的过程 当时他在台北曲艺团创立文教部 开始训练练工房的小朋友 教导他们说唱艺术 就这样一路到高中甚至大学 但渐渐的 这些在练工房长大的小朋友 也开始寻求舞台来展现成果 但传统艺术需要经验的累积 这点让夜宜君萌生 帮助他们成长的念头 因为观众所看到在一个平台上 他会觉得这些年轻人很嫩 然后他们就没有这个出头天 那演出如果都一直是这样的话 就他们可以获得特别的栽培的机会会比较小 那可是他们要如何补足这些差距呢 于是我就在想说 应该给他们有一个独立的成长空间 于是夜宜君开始悉心栽培这群大男孩 而这样开始于实验性质的艾孝斯坦 向深男团就这样草创成立 艾孝斯坦这个团名是因为当初以实验性出发 而联想到艾因斯坦 艾孝斯坦呢 就是在校上面做实验 艾因斯坦觉得这样的名字充满新的可能性 而团言中年纪最小的吴明杰 今年也才18岁 对于相声在世代下的改变 也有新想法 有一些东西跟着时代跟进的 就是它内容上 以前的内容现在不能说了 所以我们就是负责要改编这些内容 一个是我们演出主要内容是改编 第二个内容就是创新 因为现在人的语言的节奏 跟以前人已经不大一样了 所以我们就在这上面又做了更多的更改 相声曾经在台湾出现 更改 相声曾经在台湾出现四五十年的断层 在世代隔阂下 已经很少人听过传统相声 现代人的说话方式和语言节奏 已经不如一望 传统相声也因此面临挑战 三不叫三 那叫现 就会影响到效果 所以很多段子就变成必须改 就变成喜欢像我喜欢演这种段子的人 那这种段子就会成为我的压力 就是我要怎么去改让观众了解 这个就是一个很难的课题 然后就会有一个观众就讲说 你们讲话可不可以不要那样 好像特别的去讲的那么标准 好像他们觉得有点尴尬 因为他们不是故意的就是他们的养成里面就是讲这样的语言 就是语言标准的国语 但曾几何时我们讲标准国语的时候 人们会质疑说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标准 因为时代背景不同 观众年龄也逐渐下降 固守传统可能不被世代所接受 那创新就变成一种选择 老的很喜欢看相声 可是老的会走 如果年轻的观众没有再增加 相声这行就会慢慢的没落 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培养新观众 传统艺术的保存 你大部分需要心血的加入 愿意花时间和热爱这门艺术 爱肖斯坦创立的过程也必非刻意扶之 而是这些年轻人热爱传统艺术 在传承上他们就成为一种可能 这些演员呢 我们为什么愿意培养他们 就觉得说他们愿意花这个时间 来学这个传统艺术 你不知道他将来能不能吃得饱吃不饱 可是他们是真的很爱 这群年轻人跟着前辈们的脚步 走在传承的道路 用他们对相声的热爱 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你 ansch舍得最新鲜的脚步 对我来说 你不得太红洋枪 你不得太难 不得太与你 ですね